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社评 我看天下大小事非法移民成了政治皮球 德州州长艾伯特周一再送50名越境之非法移民到副总统的华府官邸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万两千名非法移民 从德州边境送到民主党执政的大城市 其中包括芝加哥 纽约以及华盛顿 艾伯特周长在一场和民主党人辩论会上表示 因为拜登总统继续让非法移民进入德州 我们将继续把他们送走 他并指责副总统 上周到访休斯顿时并没有到边境视察 副总统事后表示 拜登政府将呼吁国会共同努力来解决目前面临的移民问题 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奥罗克严厉指责州长 把这些人当作政治皮球 他说州长之行动已经为德州带来40亿元的经济损失 保守估计最后两年多来 已经有210万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寻求庇护 这股浪潮也令人十分忧虑 移民问题是美国长期面对之问题 老实说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 如果我们没有移民将是非常严重之危机 但是如何让合法而优秀之移民进入美国 也是政府重大之考验 是的 instruments 胡适与